大家早晨 今早我有一個工作 我也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我想說一說我們燕絲物業 除了管理住宅物業之外 我們都有管理商用物業 旁邊這裏就是一個餐廳的商用物業 我們的投資者就買入了 接著就交給我們去管理 其實管理商用物業都很多事情要處理 首先我們要把這間餐廳拍照做廣告 做這個廣告牌 剛才大家看到我們做了廣告牌 放在一個大路上 等路過的車看到 我們的廣告亦都放了上網 現在都陸陸續續收了很多查詢 除此之外 這個餐廳我們為求做得更加好的推廣 其實我們將裏面做得很綺麗 拍好照片 到時有租客 potential的租客來看 就會效果好很多 接著就說今天做些什麽 是什麽情況呢 就說這個餐廳 我們投資者就是新買入 是2020年的時候買入 不是今年 現在是2021 買入之後 是原先有一個租客 在那裡的 餐廳的經營者 在那裡的 但是那個餐廳的經營者 有一段時間沒有交租 甚至乎最後消失了 租就沒有交租 欠租就沒有交租 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 裡面留下了很多的食物 留在那裡 而留的時間是很長 直至我們公司接手 我們公司接手就發覺 很大的臭味 現在都聞到的臭味 雖然是室內 餐廳裡面的廚房 廚房裡面的凍櫃 裡面那麽距離那麽遠 但是都聞到 兼且 我們找的專業的清潔公司 已經清了食物殘渣出來 這些食物殘渣 不是我們家裏 那麽小型的食物殘渣 一間那麽大型的餐廳 那麽是一個雪房 不是雪櫃 那大家想像到 裡面有幾多食物殘渣 還有想像到 放幾個月有幾臭 那麽 清潔公司 現在清了一部份 在這裏 其實還有一部份 就拍不到的 因為太臭了 已經處理了 裏面的環境 亦都很惡劣 進去那些清潔公司的人員 是全副母裝進去的 那麽他們搞定了 去到七七八八先 那麽我們才進去 因為始終這個 涉及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我們公司管理這個餐廳物業 這間物業的位置是非常之好的 那麽 例如 是人口人流很多的地方 第二就是 這裏其實距離萬聯球場 萬聯球場 萬聯球場 奧脫福球場 走過去 不用十分鐘 隨時五分鐘都可以 這裏有個門口 是去萬聯球場的停車場 走幾分鐘便到 非常之近 所以這個地點 做餐廳 其實地點是很優越 坐立下 一家庭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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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没有继续清除了 但记得我做的东西 是的 如果我们先看一看 就能看一看 可以有个温暖的吗 是的,我接下来 是温暖的 好的,谢谢 好,好温暖的 好温暖的 是的 温暖的 你会觉得更好吗 好,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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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的蟹蟹蟹 哈哈 哈哈 不是的味道 但我们要把这个都拿到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都拿到 所以我们把这个都拿到 所以我们把这个都拿到 好的,謝謝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們的工作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如果我有不同的工作 有機會我相信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再和大家分享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 謝謝,拜拜 如果有興趣的話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電郵我們去了解更多的資訊